卢秀燕在台中 人家是很有实力的 来 主席怎么看 我看当然他 在这次有点受伤 我没想到很重 因为台义你说 现任的应用三分 现在除非你 除非大环境变化 或者你捅出什么大的弊案 不然你说要联任 很困难 我很怀疑 另外你说你严家 你如果不支持他 黑派不支持他 难道你要支持 支持民进党吗 有可能 除非上面有去套他们 去接他们 承诺什么大的利益 不可能 所以我倒觉得 用这样来断定说 卢秀燕在年代参与可能会败 我不大以为然 可能即使民进党派出 不管谁 林家隆也好 卢秀燕还是强劲的对手 一定是很强的嘛 他是现任的 那我说现任不被抗 他也没有捅过什么大肉质 再来就说你 那个人家你算的是他到最后也是保持距离啊 我们看有来就是要不让形象都被拖 但是他也是都 诶 细节也在抗 都抗炎家怎么看不出来 他反正拆一个角落就不拆了 是什么动作都标识 他也是很尊重的 是说主席怎么看 怎么会网路媒体会爆料 怎么有这个风霜 说黑派的点名说年代要有卢秀 这个我感觉 如果要说政治要说一个学者 古代的学者又是马鸡为例 他说你的仇恨 你看也许有一点小不爽啦 原家就你这次没有挺很大力 还弄到要用那个柯妈妈来挺 你市長没什么 没聚出来大声急 可是人家都妈妈有你挺你啊 国民党还是挺你的 你要用这样来说 黑派跟他结丑 我觉得不大可能 有时候他没什么不大经历 可是他这样的态度 对原家不敢挺很大力 其实他也获得一些中间选票的支持啊 一来一去 所以我不认为说原家抽起来他就倒了 不会这样 原家也除了他 没你想吃什么 没你想吃蔡其昌吗 可能也报复我们内幕给我听听看 民政党这边很完美 我们不分党派 权力做事 因为有这种传言 不然我觉得不可能